日前竹山秀船医院举办高签亚生健康包粽子活动 邀请病友们一起动手 由营养师精心搭配高签低热量的健康粽子 副院长表示 糖尿病的比例越来越高 尤其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 吃健康的粽子 可以让身体减轻负担 糖尿病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在全台已经糖尿病到11到12%的人有糖尿病 而且洗肾的病人里面有三分之一以上 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 所以这个糖尿病在预防上面 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血糖都会飙得很高 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 每次来的时候血糖控制都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有吃了粽子 或者吃了大餐之后 血糖就变动很大 教民动怎么样吃得健康 从中间这些饮食方面 怎么样选择米 怎么样选择配料 吃粽子时要搭配烫青菜 和饭后来盘水果 能让饮食均衡身体更健康 议员许树霞感谢医院方用心 教导民众如何包健康的粽子 平时的营养均衡也是很重要 当有节已经来到 大家都知道吃肉粽也非常好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肉粽里面 它的热量也非常高 所以今天很欢迎在第三集团里面 有我们的营养师来跟我们家 所有的乡亲朋友 要怎么把肉粽里面的料理 做得更健康 让大家吃的 吃的时候会感觉 这个肉粽很好吃 然后吃到很健康 然后又就是说 还有最高的就是要吃肉粽的 豆粒 所以在这里营养师有说到 我们的肉粽里面的热量 也真的是有更关键足处 平常是饮食的均衡 让我们未来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我们才有很好的人生 议长何胜峰表示 种植是端午节的应景食物 更是千年文化的传承 祝福民众端午家节愉快 民意新闻马严打竹山采访报导